我們接下來說3-4 剖面工具 它的剖面工具在這個地方 那個跟剖面符號一樣 你點的時候呢 它會出現一個面 那你靠近某一個面 它就是剖那個方向 你可以剖上面也可以 剖下面也可以 那如果是要做平面圖的話 就要剖上面 你就要從上面這樣壓下去 那這個時候它會有一個 剖面圖的樣子出來 那這個東西你只要移動它 它就可以剖到你要的高度 通常是要在150公分左右 就人的視野高度左右 應該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要產生平面圖 有幾件幾個要件 第一個你一定不能是透視的 一定要平行透視 在上面來看 那你還有就是你必須把那個 剖面線這個符號給隱藏起來 按右鍵 隱藏 這樣才像一個剖面圖 可是這個剖面圖呢 很多同學在做設計的時候 就直接這樣拿去給老師 一定會被修理的很慘 原因有幾個 一個呢 正確的圖面是必須第一件事情 先把結構表現出來 那這個是完全沒有結構的 意思就是說沒有塗黑的地方 也沒有柱子 也沒有樑 這些都沒有必要的這些東西 所以那些東西呢 有時候必須要靠後製做 也就是你畫完之後 如果你真的要拿這個圖來當平面圖 你必須再丟到Photoshop去上色 上那個牆體或柱子黑色的部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如果正式的平面圖 還會有譬如說 入口的位置 就三角形寫一個入口 再來會有空間名稱 會有那個上面樓板的投影線 會有樓梯的這個符號 會有正確的高差 會有剖面線的位置等等 這個都必須在Photoshop 或者在Illustrator裡面去把它補足 如果你沒有補足 直接拿這個圖去給設計客老師看 十個至少有九個會罵你 會說你的圖畫錯 那那個跟Sketchup沒有關係 因為它本來就不是平面圖的工具 那一些東西你必須要自己加進去 我剛才講入口、高層差、剖面線位置 這個譬如說挑空的位置、空間名稱 剖面線的符號等等這些 必須要自己加進去 最重要還有一個就是結構體的黑 哪裡要塗黑 必須要自己加進去 如果你沒有這樣做 你會被老師罵 那再來我們再繼續看 如果你要做一個剖面圖 當然它也可以 如果你要做一個剖面圖 它也是一樣的 但是就必須要再處理了 比如說現在 等一下 我必須再配合一個東西來說明 這樣完了之後 你可以把這一個呢 這個呢 當成一個市景 就是一個景 就是一個景 一個場景 就把它當成是第一個場景 這個場景就是上市的平面圖 接下來呢 我再開始去轉它 比如說我轉到 我先轉透視 因為我必須要 要去剖它 那我必須把剛才那個剖面線給叫回來 或者是你不用 你只要 應該是叫回來比較好 我把前面那個叫回來 這一個 接下來我再畫一個 我們剛才講說要剖面 我們要做一個剖面 那你就要這樣過去了 比如說這樣 好 這樣 然後它這個就不會做 原來那個就變灰色 沒有作用 那我現在把這個往前提 這樣就是一個剖面圖 剖立面圖 好 那一樣的 如果我要這個東西 等一下我要做一個場景來看它 我必須把這個先隱藏起來 這個符號 把這兩個符號隱藏 所以我直接這樣選 這樣可以選到兩個 我隱藏 兩個都隱藏起來 然後把它變成前視圖 平行的視圖 前視圖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 有正確的圖面了之後 我再加一個場景 這我知道它是立面圖 立面的剖面圖 這個也是錯的 我跟各位講 這個如果你拿去給設計圖老師 他還是會說你錯 第一個 結構體還是沒有出來 因為沒有樓地板 沒有樑 好 最主要是沒有樑 沒有樓地板 這一定會被罵的 保證你會被罵 你們一定要後製 或者是真的把結構體做完 再拿去給設計科老師 不然一定會被罵 但是這個角度對的 這角度對 然後你看 你可以直接切到1 它會幫你切回去 因為剛才這一個 因為剛才這一個 否面符號並沒有出現 所以它會呈現 我們可以把它隱藏起來 把它隱藏起來 那這時候呢 你要去更新這個場景喔 你要更新 然後它就所有的東西都更新 這樣的時候你下一次再回來 它才不會再出現那個 那個剖面的符號 你看現在又是剖面 再回來 剛才那個剖面符號就不見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可以把每一個場景做出來 這個每一個場景做出來 也是讓你方便很快的切換 平面圖、剖面圖 另外一個是你到Layout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很容易貼近一張一張圖 這個Layout我必須以後再說 等到這些功能大致上講完的時候 我們再去說明 好這就是那個剖面符號的作用 你可以拿來畫平面圖、剖面圖 可是跟各位講 這個直接你剖完 直接拿去給老師一定會被罵 因為第一個結構體一定是錯的 沒有塗黑 沒有正確結構體的標示一定會錯 然後再來是一些必要的東西 我們可以講平面圖上有七個必要的東西 剖面圖上也有 剖面圖上的也有一些東西是一定要有的 你不能剖到一個 就是一個一個 剖面圖是像盒子一樣沒有任何開口 那絕對會被罵的 那再來就是可能要有 要有地板的線 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把它稍微說明一下 這個如果是一個剖面圖 這裡哪裡錯誤呢 這應該還有結構 這些都有結構應該要塗黑 另外不能剖到四面都沒有墻 沒有門、沒有窗、沒有挑空的 那一定會被罵 那再來就是如果這是外面地面 你這就要地面的延伸線要出去 這裡應該要有地樑 然後這裡還有樑 然後樓地板 那如果這是某一層樓的話 那你這裡還要畫下來 斷在這個地方 表示樓下還有樓 然後這裡如果上去這裡還有 就要再繼續切斷說 我這只是剖一段樓層來看 這必須要交代清楚 不然你一定會被罵 你們的圖面錯誤就會被罵得很慘 然後呢再來就是可能 這有線地平線以外 如果假設你一樓 還有最好有天空 把室內外表現得很清楚 不過這個都可以拿來後製 你可以到Photoshop去做 或到Illustrator裡面去做 就不見得一定要在這裡作業了 另外一種選擇是到Atlantis裡面做 等到我們叫Atlantis再講 那現在呢請你用剖面圖這個工具 把平面跟剖面 我這是隨便做一個平面剖面做出來的 請你把這兩個平面呢 做出來完了之後 並且配合場景 要很順的就能夠直接這樣切換 這平面圖 這剖面圖 雖然這不是正確的圖面 可是這個可以拿來後製成正確的圖面